今天很多人都會去這兩項清明知識數目 因為剛剛星期四那天可能有些朋友沒有去 但因為我去了所以昨天就做完節目 在我上一個《香港草圓R》裏面,Ajun Fu有回應到他給了一套 一個Youtube就是林Sir和汪總,下星期我都會聽汪總的講座 在影片裏面,我覺得我搜集資料之後 我簡直都不在Youtube上回應 趁今天有時間都很簡單,再出一集 在這幾天,可能我看得慢了 我看到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說 月入三萬元都買不到樓 你看完我跟著說的資料 其實月入三萬元在香港買不到樓,不奇怪 以現在香港的樓價來說 其實在17年尾已經見到頂 大家看看這個圖是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在1994年做出來的 曾淵倉博士在1994年 你看這個圖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你看到 在沙士03年中的時候 香港樓市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但是沙士是跌破四十 看這個樓價只有三十五左右 你可以看到樓市跌得很厲害 但是當樓市在05年 大家看到的圖是05年左右開始 那為什麼是05年左右開始呢? 因為05年有自由行 香港樓市就慢慢復甦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差不多去到08年左右 為什麼08年又有一口會上升呢? 原因是雷曼 但是雷曼在08年 絕載八九月的時候爆破 那樓市就跌下來 去到09年的時候 其實是正常 以前在2000年那些水平的 大家可以看到 真正今次樓市的升浪上升 是很準確地在09年中打 你看這圖我看到 所以我跟大家說 樓市的上升到現在 是八年多了 差不多九年 差不多九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 樓市上升得最急的 樓市在15至16年曾經下跌過 為什麼呢? 因為大時代爆破 和股市是相當之吻合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13至14年樓市是沒有什麼動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升得很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是16年中 到現在 樓市是升得很急的 你看到他很斜的 就是他升得很急的 那16年中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特首選舉 大家已經知道 楊振英快要離開 有猜測 究竟哪一個呢? 那時候 開始出現一些 細駕樓瘋狂 大家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細駕樓瘋狂 我們看看 這個圖是 2018年4月6日公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型單位的指數升了0.15 中小型單位升了1.34 大型屋苑升了1.4 大型屋苑升了1.4 而最大部分的升幅都在九龍 然後在新界 然後在港島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0.15 我們不要理會 大型單位0.15 我們不要理會 其實集中升在哪裏呢? 集中升在 中小型單位和大型屋苑 和大型屋苑 講回歷史 究竟 1997年樓市爆破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1997年樓市爆破的主要原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港英政府是沒有理會的 他是有過樓升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用高地價政策 樓價越高 他收的稅就越多 他就可以拿更多的錢 因為1997是一條死線 但問題就是 當時香港市民 因為看到樓價 我們是90年出來工作 我聽前輩說 上一個星浪應該是87年左右 由87年左右 升升到97年 就是10年時間 樓價在最後幾年 我所記得 當時樓價很瘋地上升 例如我那個單位 是93年的時候 是80多萬 但是當我買的時候 97年的時候 是140多萬 是升了一倍 接近一倍 當然現在這個單位 500萬已經差不多 變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港英時代的時候 即使銀行的利率這麼高 我當時買的是8利息 有憑我有同學 遲過買 當時是10利息 借200萬 一個月就還2萬 好計算的 不用計算的 很容易計算的 OK 大部分 你每個月還的錢 都是還息的 頭五年你還息 你還不到半金 好了 當樓市 對於當時我們這班人來說 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財富買樓 都蒸發了 你在96、97年買 和98、99年買 是兩個世界 OK 好了 現在 又過了20年之後 樓市 在09年 由2000年的水平 上升到今天 8年了 現在30歲 等於當時我們出來工作的年代 他會看到樓價一直上升 香港是沒有任何的出路 除了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除了股市、樓市、律師、醫生、專業人士之外 你做其他的大部分都沒有出路 好 問題出來了 行業不好 人工就加得少 東西就一直這麼貴 樓價一直這麼高 就出現了個個去買樓的狀況 為什麼呢? 他給你的概念就是買樓不會跌 買樓保值 買樓可以收租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當你有樓 你就有人提得起 當你沒有樓 你就沒有人提得起 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不會這麼看 因為我們經歷過九七 我 我 我姐姐 另外我們也有 我們家裡有幾個物業 在香港 比上不足就比下有餘 都在市區裡 我們不會這樣看 但是我們知道有人這樣看 令到很多年青人 他自己覺得 我沒有樓真的不敢跟別人說 我住公屋 不是很敢跟別人說 住劏房更加不敢跟別人說 出現了 我在標題說的 香港 賺三萬元一個月都買不到樓 甚至供不起樓 就出現了兩個字 這兩個字 是普遍的年青人 特別是男士 在心裡 升起的兩個字就是 自卑 由自卑 很多年青人 發展到一件事 我便搬屁 你喜歡怎樣看我 就怎樣看我 所以我 為何要 做這個影片回應呢 我想告訴一些年青人 或者一些 父母 其實他三十歲 都是很年青 他三十歲都很年青 他將來還有些前途 不要用一層樓 就限死了你的人生 但是香港政府 從來都沒有這些教育 這幾屆香港的政府 比我 覺得最 最心痛的是 港英政府 沒問題 他是殖民地 但是自己人去管 又是這樣 一模一樣重複 比以前更壞 你看回以前 97的中原城市 市政司指數 都是100 你看現在 180都在來頭 升了一倍 根本上一個 most unwanted的城市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人共勝負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看看 為何300元 一個月供不到樓 不出奇 這是按揭計算機 大家可以在網上隨便找到 當你首次 你買一層400萬的物業 現在可能沒有 在泰智區 除了舊樓 只有200多尺 之外是沒有的 你一見是380 380那些是220尺 我用400萬 現在已經不存在 這20年 貸款額 三成首期上車 70% 七成按揭 每個月供款是14364元 加上管理費 差響 地租 正常一個月要付16000元 如果兩夫婦 每人17000元 一個月 即是有一個人的入息 是廢了 另外那個入息 就是給了兩個人 支撐到 8000元一個月 是支持到的 如果 商量有花紅的話 可以去一次小旅行 好 但是你記住 現在400萬 這是不存在的 現在沒有的 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的 我們看這兩個表 你就看得很清楚 左手邊那個 500萬 現在fair price 一般 根據 汪總的影片 現在快要6球 全香港都 我們暫時用著5球去計 同樣的原理 你只是七成 你看看每個月還款是多少 20年 17,955元 即是大約18,000元 18,000元 算了你的利息 大家看到 按揭利率是5.5 減了優惠 即是現在的按揭利率 是三離一 或者兩離一五 你當它是三離一 因為我最近不問過 應該是三離一 這樣的話 你一個月就18,000元 即是有一個人的薪金 廢了 另一個人的薪金 18,000元 17,000元 還頂得住 還頂得住 但是首期就多了 首期要350萬 好了 如果6球 我用六成去計 我當你給四成 你看看每個月供款多少錢 已經18,000元 剛才我還沒說 18,000元 你不要忘記 你還要付首期 你還要付管理費 你還要付差響地租 一個月平均差不多是19,500元 他只剩下16,000元 一個人的薪金 好了 去到右邊這個 更嚴重 因為差不多是200,000元 即是說 另外那個人 如果兩人都17,000元 即是說 只剩下15,000元 兩個人用 已經很緊很緊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錢存 這二十年你都沒有錢存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加過薪金 我已經差不多五年沒有加過薪金 這樣的話 我們當時供樓為什麼會輕鬆呢 因為一路加薪金 但是現在呢 就是說 那些東西一路貴 但是沒有加薪金 慢慢慢慢 我當你不讓人炒 你只有15,000元一個月 兩個人 是用不到的 但是你又不拿到縱門 因為你有樓 好了 為什麼我們說 三萬元上不到 車 不出奇呢 你看看這個就知道了 這個500萬 我們說的是要350萬的首期 我們說的是150萬的首期 三萬元一個月 我當你存了兩萬元 一年二十四萬 五年你都沒有上到 要七年你才上到 因為有律師離任有裝修 那就是說 你除非你在七年前八年前 你又有三萬元一個月 如果不是 你現在才有三萬元一個月 就是說你出來工作的時候你只有兩萬元 你何來會存到那個首期呢 是不是 那就要負幹了 但是大家看到那個負幹 60%的貸款額是360萬 一個三十多歲 一批三十對的年輕人 我當你給到80萬 就是負幹呢 就要給多少 就要給280萬 那個負幹那280萬怎麼來呢 要是他就賣了一場樓 要是他就加按 那他加按 那他加按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好了 即使有一個子女可以 那第二個又怎樣負幹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樓價已經去到600萬 你不要以為600萬 那間房子很大 600萬那間房子 分分鐘是450隻實用 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們都不計七成了 沒有意思的 你再計大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他借七成的話 根本上你是給420萬貸款額 你根本就供不起 所以香港的樓市 我們看數字就清楚了 為什麼說 香港的樓市 17年已經建定呢 你看到 根本 你身邊的朋友 雙劍合璧兩個人 都已經支撐不到 樓價建定呢 就不是地產經紀說的 樓價建定呢 最主要是看銀行的股價 銀行 已經開始有股價 和開價有7%差額的新聞 聽到了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發展商 他知道 坦白說這些窮鬼 我建些800呎實用 你鬼有錢買嗎 我就建些200多呎實用 但是他要吃的 他要拿盡你 那200多呎實用 那怎麼辦 就開救你400萬 就是剛才最低那個 400萬 中間有些兩房的 480呎 600萬 好些地段 700萬 那 試想一下 在這些狀況之下 市民 用了幾多個百分比他的 income去供樓呢 大過50個百分比 剛才我們計的例子 如果普通 一個大學畢業出來 28、9歲 1700元 差不多 28、9歲 根本上是超過他們公樓的比例 超過他們入息的50% 怎麼會健康呢 是吧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一件事 就是 現在別人美國是有加息 是你香港的prime rate不加 是你不加 不是健康 是他不加 那是不是銀行一直都說不加息 令到樓市還有人借到錢 就是等於健康呢 這個是汪總的說法 但是我挺欣賞林sir 因為林sir在旁邊 他一直都在質疑著 因為買股票的人是這樣的 我們很注重風險的 如果你家裡 賺1萬7萬7一個月 而你每個月是供1萬8元的話 即是說你沒有了2萬元 加上管理費 差養的話 3萬4減2萬得1萬7萬4元 7000元 在香港是很緊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要忘記 你沒有錢存 你和銀行簽的那張是賣新契 我們當時幸好 因為利率跌到很低 其實我這個物業 3、4年就公完 當時 我從不夠29歲開始公 我公完差不多六、七年了 我差不多40 出頭我已經公完 這個物業 所以 和現在的狀況不一樣 現在的樓價這麼高 利率這麼低 你一定是會公到20年 那變成了一個問題 你夠膽說現在的樓市不在頂嗎 為什麼你看到居屋的人一路衝去買 一路衝去買 個個都爆了 因為它有七折 它市價七折 就等於現在突然間 長實樓七折的你一定去買一樣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本身的樓價就是不健康 就是過高的 就是超越市民 現在我講一些年輕的 你老的那些還死 譬如說去到我們那些 如果你沒有物業 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死硬的 你唯有睡床位 所以我看了林sir訪問汪仲那個 我想起鮑菲特說一句 你不要問李法師 你是不是要剪法 你一定要剪法的 汪仲是長益的 應該是董事之一 等於我以前聽 恆生那個之前一姐 梁高美二 二十年的銀行都沒有問題的 在香港 你聽聽 阿堅叔 現在去了 這個 九倉 香港樓價一定沒有問題的 他做物業的 趙國雄會不會說香港樓市有問題 不會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已經超越了 現在最強的那班人 的購買力了 還有之前那些附幹已經消耗了幾年 還有沒有附幹去消耗呢 是不是 那我經常都說 買樓 為什麼我經常說自住沒有問題呢 因為你看到周期 我當周期是15年 你今天買今天跌 15年後 物業是你的 你有得住 第二樣東西 樓市也升了 對不對 但是你用來投資 那你就要衡量你的風險 現在大部分升的都是世界樓 但是當 一個二百多呎的物業已經去到四百萬 他再走一步的話 是沒有人承接到的 那能夠做些什麼呢 就做劏房 但是劏房有人在做 床位 有人在做 那如果發展商都去做這些劏房的話 那樓價當然會再升 對不對 但是發展商會不會呢 從來政府就是高樓價的元空 所有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政府的角色是去平衡 財富效應 新加坡 有七八成的人都住做屋的 住做屋的人會不會覺得自己比較悲劣 不會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你真的賺到錢 有機會的 你就上遊買私樓 沒問題的 但是香港的問題就是 人越來越多 大陸來的人越來越多 沒有管制 逼高了樓價 曾蔭權不去做 不去 起樓 你還可以說因為她經歷過沙士 但是林鄭月娥呢 就是完全 沒有任何藉口不打擊樓市 不去起樓 不去做措施 但是她就是沒有做 所以你看到 這段時間的世價樓是狂飆的 其實政府是應該要做事的 發展商建的樓 一定要 你譬如建100個單位 你一定要有70%的單位 有多少比例是甚麼單位面積 有多少比例是甚麼單位面積 這個政府是可以行這個政策的 但是香港這個政府是絕對不會的 你不定價 不限租 不讓她建樓的條件 為甚麼 因為你將地價越托越高 那她越幫你買你就越賺多些錢 是不是 政府的官員 特別是司長級的 如果她從來都在政府裏面做的 她根本就不知道甚麼叫高樓價 她說 政府的人員是連連加人工的 行會成員是連連加人工 立法會的成員是連連加人工 但是社會上的人是沒有人加人工 但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在社會裏面我們這班人是賤底 沒有我們這班人去買71 去買百佳慧康 去買大家樂大快活 去買樓去租樓住 政府的稅收在哪裏 是吧 所以政府從來就是高樓價的元空 在發展中的社會 一定有貧富懸殊 但是是不是去到這麼懸殊呢 香港一個彈圓之地 跟紐約 歐洲那些是沒有得比的 但是香港的樓價已經是全球第一位了 在這兩年裏面 我回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大家以為樓價高 就馬上會跌 不是的 樓價可以在高位培回幾年都可以的 等於股價一樣 股價可以在高位培回一段時間才跌 不一定的 又或者升幅放緩很多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樓價見頂就跌 不一定的 樓價見頂都不一定會回升 可以打橫一段時間才升 我們當時在九七仔 差不多接近最高位買的 我們都熬了十年 我們不想大家 將你的財富 簡單說人有多少個十年 對不對 如果我當時是九八九九年買樓的話 坦白說我省一半的話 可能現在就已經不同一個時間了 不同一個景象都不出奇 起碼你心理上好過一些 但是我想提多一次就是說 年輕人 你今天沒有樓 不用自卑 機會總是有的 你看多些書 存好些錢裝備自己 機會來臨的你要把握 坦白說句 一個機會 就可以了 一個機會 人生只要把握到一個機會就夠了 就可以做就你三四十年的財富 這件事你要記住 在你面前的永遠有希望 我們做網台的 政府如果不公義 我們會出聲 我們一定會說 無論是政治言論自由 或樓價民生 我們都會說 集這麼多人的力量 一定可以令到事情有轉變 所以我再說一句 年輕人 你今天買不到樓 不要自卑 機會總是會出現的 你最大的本錢就是你年輕 好嗎? 今天周末就做多一個video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 香港財經評論的話 可以在YouTube輸入 香港財經R 今天天氣相當不錯 希望大家掃完毛去喝個茶 今天好好地休息 下一個video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